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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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小圆志摩根 今天有一个很传统的日本小食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经典日式可乐饼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其实是不太吃油渣食物的 但我很喜欢我身边所有朋友 和家人都肥肚肚肚 尤其是女生肥肚肚肚才可爱 而今次的可乐饼是非常之简单 如果大家有时间 都可以做给你们家人吃 那我们事不宜前 马上来介绍一下以下来的材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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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不太拿多了份量 還有盡量在可樂餅的造型方面做到是橢圓形 就不要太過扁平又或者太煎 如果不是待會油炸的時候就很容易會散開 而今次的可樂餅除了是原味之外 我還做了一個芝士厚味 而芝士方面就是有車打和Morzarella的芝士 在這個階段我建議大家可以先冰冰15分鐘 令它稍後炸的時候就不容易散開 還有裡面所有食材已經是煮熟了 基本上你放在雪櫃就是一個禮拜 雪著它是不會變壞的 你想吃的時候拿出來炸熱就可以了 而油溫方面就不需要太高 大約是160度至180度就可以了 大約是160度至180度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而配搭 和醬汁 而我就覺得配茄汁就已經很足夠了 大家都可以加其他芥末醬 又或者是甜酸醬 終於完成了 馬上試完美 這次真的糟糕了 自從拍到Youtube之後我真的肥了好多 我不客氣了 就這樣只吃完美都很有味道了 現在我就好像去日本 裡面整個感覺就很軟滑 而外面那種表皮就很鬆脆 另外裡面剛剛加了一隻熟蛋 就增加了它的口感 接下來我們就試試芝士口味 哇 我不客氣了 加上芝士 加上芝士 洋蔥牛肉 薯蓉 四樣混合了之後 非常細緣 超好吃的 就營造到是第二個風味 好了 整個芝士口過程非常之簡單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就記得要做給你們的家人吃 好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花樣了